天天跟我做 每天一分钟 分给一分钟 男朋友在家做的炸鸡 难吃死了 愚蠢的人类 炸鸡可不是切成块 放锅里一炸那么简单 跟各位一起准备 两只去皮和骨头的鸡腿 有适量 鸡蛋一个 面粉两勺 淀粉三勺 酱油和料酒各一勺半 盐 白糖和姜汁 各半勺 材料搞定就动手吧 先把姜汁 姜油炖调料 倒在一起 调出盐肉汁 再将鸡肉切成小块 倒入盐肉汁 搅拌均匀 盖上保鲜膜 在冰箱放上半个小时 最后把它与鸡蛋 面粉 淀粉一起拌好 就可以开炸咯 先盖中小火热油 把筷子插进锅里 等筷子旁边的气泡 变密了 就可以把鸡块放进去炸了 炸三分钟后 捞出 然后转中高火 把油加热的高温 再把鸡块扔进去 炸上三十秒 等它变成金黄色的时候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的炸鸡 才能外缩里嫩哦 好啦 赶紧跟着视频一起做吧 炸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